梁振英和唐英年再次先后出席同一个场合 同样被问到对今次选委会结果的看法 唐英年被问到会不会有很大信心 取得超过150个选委提名 他说不评论选举结果和人家所得的票数 我不评论外面的谣言和谣測 我不会评论任何一位当选人或者落选人的票数 我是会争取每一位选委的支持 我也都自己很深信 我们现在香港的选举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和廉结 之后到场的梁振英就被问到低票当选 和有没有信心取得足够的提名参选特首 他重新自己会继续努力 我不评论了 我落去的工作我还是会争取每一个选委的支持 正如我过去长时间以来的工作一样 我会认真地去争取大家的支持 种种说法都有 我落去的工作仍然是做好我自己的选举工程工作 我会专注去做 至于泛民有意参选特首的何俊仁和冯检基 就先后召开记者会 表示满意泛民的成绩 何俊仁有信心 胜出的泛民选委会在行政长官选举里面 提名泛民的人出选 自己也都会努力在泛民初选里面取胜 我相信也有一个默契和共识 是知道应该怎么做 而我们泛民之间 只要我们两个候选人 大家遵守那个规则 哪位胜出的时候第二位就会退出 我相信静下来的就是 得一位去争取他们的支持 我相信是比较顺理成章 是可以拿到他们的支持的 冯检基说 现阶段会积极就泛民初选做准备 其实这个成绩是反映了 我们那二十几万的选民 是选那么多的泛民的人可以当选 其实他是希望见到 很清楚希望见到 是泛民能够起码有一个代表 是入到去选这个行政长官 但他坦言担心有泛民选委 不一定提名泛民的代表